丁子說要找齊老 來唱這首撒韻之歌 沒想到 他真的早來了七十年前 曾經親身經歷過撒韻事件 而且還是故事主角撒韻的表妹 現在高齡八十一的撒韻鴨尾 來唱這首部落的聲音 撒韻之歌 手牙刀 渡る渡れの 凌足を止め 赤き唇 阿弥姬 马鱼器是召叉 召叉 钢叉叉 马鱼器是叉叉 弓矶 瑶梓 赫极口上 十七岁 十七岁六里有什么味道 那时候我加酥水 那个沙印为什么流下去呢 就是普通的胶 圆圆的胶 现在从前的胶滑掉了 滑掉了 流下去了 你一般的油脚就没弄 以前这条溪很危险 那时候可能从老家下来的时候 在半路的时候就刚好崩到下大雨了 下大雨就要洪水长大 后来就前面已经那个浇桥 已经过去了 那个小街上面已经过去了 好几个水已经过去了 刚好水超过那个吊架 她自己的印极 沙韵的事件发生在1938年的日据时代 十七岁的军阅部落少女沙韵 因为她的老师田北政绩收到冲军征召令 要赶下山去军队报道 所以她自告奋勇帮老师背行李 送她下山 结果碰上暴风雨 老师虽然安全下山 沙韵却在便桥上 失足落水死亡 当时的半官方团体 少女青年团就颁证了一座 特有爱国少女 沙韵之中字样的同中给部落 结果沙韵之中被当时的台湾 跟日本媒体大肆报道 后来还出版书籍 唱片电影 就连最近 陈杰瑶导演拍摄的 不一样的月光电影 内容就是在讲 沙韵之中的故事 沙韵之中的故事